为了庆祝开拽节 很多在外州打拼的穆斯林游子 已经从上个周五就开始回乡过节了 这波回乡潮就意外的待望了一门生意 不是旅游业 不是餐饮 不是民宿业 而是租车业 你没听错 由于开拽节即将到来 不少人选择租车回乡过节 这就有业者说 他们车行里全部出租车 都已经被客户给租回家了 他们的生意好得不得了 出租车在佳节期间的生意额暴增 大家宁可花钱租车 都不要开自己的车回乡 那原因有很多 有的是因为家里的成员变多了 小车挤不下 只好租大量一点的车 让家人可以更舒适安全的返乡 又或者是因为自己的车子故障了 来不及维修等等 当然根据报道 也有客户毫不避讳的表达 他们租豪车回家 就是为了向亲朋器友炫耀一番 输人不输震 那根据英文报 新海峡时报的报道呢 有一家本地出租车公司的业务经理说 他们的公司呢 20辆的多用途MPV轿车 全部已经在开拆节被预定光了 这一名业务经理说 他们出租车的价格呢 是以单日计算的 就看那个车子的款式而定 最低的那个租金呢 是一天200令吉 最高的呢 一天可以去到800令吉 但是如果客户最后一分钟才来定的话呢 那价格还会再调涨25%到75% 所以真的不便宜 但即使不便宜 客户基本上他说都欣然接受 不会讨价还价 因为对他们来说呢 钱不是问题 不能回乡过节才是大问题 钱不是问题 为了让家人可以舒舒服服 开开心心的坐豪车回乡 多发一些钱也是在所不惜 这是一些有足同胞的想法 然而还有一些为人父母者 知道回乡的路上 肯定会大塞车 所以甘愿花一些时间精力和钱 将车子的后排座位平放 然后铺上床入或者是软垫 把车子的后排改装成床车 让孩子们在塞车的路上 可以舒舒服服的躺平休息 而这种将车后座改成睡房的做法 似乎已经成了每逢开斋节的趋势呢 那或许呢 父母的出发点是好的 就让孩子在堵车的路上不会那么难熬 但是这个看似温暖的举动呢 当局说是违法而且是危险的 根据Bulletin TV9报道呢 伯特拉大学道路安全专家 刘德博博士就说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车祸 就是说万一一个大吉利是真的不幸出了意外 前排的大人可能会因为他们有系上安全带 他们逃过一劫 但是你想躺在后排那个床路上休息的小朋友 那肯定不会系安全带就有问题了 所以一旦被抛出车外 那个撞击力对小孩所造成的影响肯定会比大人来的大 要知道小孩的身躯和骨头都是比大人还要柔软的 后果不堪设想 刘博士还补充 非法将车后座改为睡床的做法 也违反了1987年陆路交通局法令当中 有关非法改装的条文